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做起事情来 它可是里里外外一点都不含糊 最关键的是 诸位陀拥有一颗乐观向上的心 扫地做饭 西锅 干面条 承拌都会做 我一蒸麻辣豆腐 少个大杯点 可以吧 早上给我买个菜 欢迎你了 谢谢 谢谢 推开朱伊陀家的厨房门 我们就看到一个老旧的碗柜 被柴火油渍熏黑的天花板和墙面 灶台面简单的剃了点瓷砖 让人惊讶的是 在这个15平方米的厨房里 只要视线所及的范围 无一不是摆放着平平罐罐和厨房用品 真不知道主人平时要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做饭呢 我们发现 由于左腿不便 右手主拐 朱伊陀已经习惯靠左手干活 可是 这个物品凌乱 操作顺序混乱的厨房 对于朱伊陀来说 洗菜 切菜 烹饪都极不方便 让朱伊陀头疼的除了厨房 还有卫生间 一推开门就是朱伊陀的卫生间了 说是卫生间 其实就是利用楼梯底下割出的一个小角落 不仅和楼梯扶手间没有遮挡物 一层层的阶梯 还容易让人磕伤碰伤 你干装一个马桶 不要上外面去大小便 并且还是卫生 改造梦想 厨房使用方便 整洁 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用的卫生间 那么我们的二号幸运家庭在哪里呢 这就是二号幸运家庭王进三家 这并排的两间房 左边的是厨房 右边的是卫生间 可是为什么都空在那里呢 我那个房子一下雨的时候 往院子里面进水 说说挺不方便 好长时间这个水拍不出去 说说我子又这样了 正赶上这个儿子又回来当兵 也就算是给他布置爷的房子 准备给他办习事吧 原来啊 王大叔的儿子在部队当兵即将退伍了 王大叔为了给儿子准备漂亮的新房 得知自己成为我们供应活动的幸运家庭后 先自己拿钱贴上了瓷砖 改造梦想 厨房美观实用 卫生间功能齐全 五千元改出改位基金拿回家 让您的厨位顶呱呱 现在啊 我们的五千元改出改位基金已经送出去了 那么到底是谁来帮助他们改造厨房和卫生间呢 赵涛 这里是 改造一号幸运家庭 朱维佗家的厨房卫生间 我进来以后嘛 给我直观的影响就是感觉有一点乱 你看一下你这个放餐具的位置上面 哎呀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 都是灰尘 对不对 你刷过完以后 你的餐具放里面 下次拿出来取出来以后用的时候还是一层灰 为了让朱维佗在厨房方便有序的操作 使这些凌乱的物品整齐摆放 设理师决定为朱维佗安装一套橱柜 哎呀 这个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头 这里啊 是大哥的浴缸 这个空间啊 非常的矮 而且很小 像我们常人在里面啊 活动啊 或者是脱衣服我觉得都是非常困难的 那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我们设计师要为他打造一个既安全又合理的卫生间 那么他会怎么设计呢 设计的时候 隔开它 起到一个隐蔽的作用 那这个地方 如果说用那种淋浴 洗淋浴啊 洗淋浴这个高度不高 还有一个根据你个人的需要 是吧 咱们可以在下面采用那种作喜的姿势 然后还有这个顶 为人家的潮湿度比较大 把这个东西我们包起来 咱们合作就是设计一下子 从这个地方 我们掉一个瓶领 掉一个瓶式的瓶面 一个瓶面进来以后也没完了 还有一个可以把这个浴霸 扣在里面 韩伟东 厨卫设计师 担任二号性家庭王晋三家 厨房卫生间的改造设计工作 在王晋三位儿子精心布置的新房里 设计师将如何为王大叔打造出一个让儿子喜欢的厨卫空间呢 看来这是大石仙方做 打厨房最做的就是让我实用 激情你又实用 把这个效果做出来就行了 是吧 让我们你在设计的过程中 把你儿子那种性格或者那些 设计到里面去 细挑剪裁 变费为宝 5000元怎样让厨卫大变样 父母的精心布置 能否再给儿子惊喜 请继续收看 四季木哥太阳能5000元改除改位行动 走进河南下役 今天是胡桥镇赶集的日子 太过年了 集镇上到处都洋溢着新年的气氛 装修虽然很紧张 可周围卓还是忙里偷闲 理了个头发 打这个打了探的 吃饭 我给你煮料 这天只在厨房里的东西是有了 可是卫生间里的热水器已经坏了很久 要怎样才能花最少的钱用到最好的产品呢 我们这个是家电压房的 原价是三千多 现在铁板以后还有2800多块钱 哦 那我们家有个旧菜能呢 怎么对话 现在我们这个四季木哥现在有这个货作 就是以救换钱 就看 到时候叫我们的老人医院到你们家去看一下 就是一旧换钱是不是享受这个家电压箱 享受 二号家庭王进三家的头等大事是挑选橱柜 既要美观大方 又要实惠耐用 两口作为了能给当兵的儿子一个惊喜 在橱柜的选择上更是甚之又甚 是个年轻人的 有这种低低般的 这是亮色 年轻人喜欢亮色嘛 咱们农村也来消费吧 这个最下价格最适合 嗯 就选这套绿色的橱柜吧 可是设计师谭卫东为王大叔家挑选的橱柜 儿子能喜欢吗 在结局店 各式各样的结局让大叔大婶眼花缭乱 他们能挑选到自己满意的结局吗 这个它是这个另一方 到离边那边就是可以省望 离边像母房 母凳 可以 可以做会了 你这个部位 它这个窗户就是 你坐着这个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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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 再包一件 一大早 我们请到的专业施工队就来到了一行幸运家庭 朱维陀家 开始了紧罗密谷的装修 朱维陀也没闲着 这院里忙的是热火朝天 彻底是赵涛 怎么跑到外面捡几树枝来了呢 这些我们可以把它编个快笼子 用这些树枝能编个快笼 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老师 老师 你这下来有什么呀 看什么呀 这窗门在哪里 多是 看着连着那边的拉平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先平一点 对对对 这样编成效果要好一些 对对 好看一点 好 你要扁了一个高一个挖子不好看了 原来啊 我们设计师看出大哥很喜欢手工编制的东西 早就找好了师傅 准备用这些废弃的小树枝 亲手帮朱大哥做个小礼物 可是这手艺毕竟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 不知道最后编出来会是什么样呢 卫生间里装修工人正在给楼梯扶手安装PVC扣板子 喂 朱大哥竟然上了房顶 哎呦 您可慢着点 我们改造厨房和卫生间 大哥怎么就爬上房顶了呢 这个要换太能了吗 我怕这个瓦片不平 太碎了 我要再整理一下 原来啊 今天已旧换新购买的太阳能热水器就要来安装了 以后 朱维托再也不用为卫生间的热水发愁了 设计师在朱大哥家的院子里干什么呢 这好好的一张凳子怎么说拆就给拆了呀 我这是把凳子修改一下子给朱大哥搞一个做事的洗澡用的一个凳子 让他擀上一下子桑拿鱼的感觉 桑拿鱼 二号幸运家庭王健三家的厨房已经安装上橱柜了 师傅们装饰了大理石台面 卫生间里也安上了洗脸盘 这厨房和卫生间里都忙得热火朝天 可是主人怎么在这摆弄几照片来了呀 小时候特别刻啊 你看打几圈了就看 我带些人 这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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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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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会儿不是 唱歌来了 一会儿的功夫 这见证着儿子成长历史的照片墙 就制作好了 这个鞋在贵了 现在用最好的家 我喜欢的 这个这个 好好地在 我演以后 好好吃什么 就可以了 这个幸福的时候 我来如意 不知道 看到父母精心准备了这些 儿子会有什么反应呢 不知道 在部队当兵六年的儿子光荣退伍了 再过几分钟 孩子就要到家了 即将面对父母为自己布置的新房 他会感到意外吗 装修结束 现在啊 两家的厨房卫生间已经改造完毕 我们先来看看一号幸运家庭 朱维佗家的厨房 厨房门边那个老旧的碗柜 如今已经变成漂亮的餐桌 洁白的墙壁和光洁的吊顶 让整个厨房亮堂了不少 原型的灶台 现在已经换成了时尚方便的橱柜 家里原来散乱摆放的瓶瓶罐罐 这下也都能收纳到橱柜里了 这就是设计师用树枝编成的快篮快篓 用来放置吹锯 不仅环保 而且能更好地沥干水 符合卫生理念 设计师还为行动不便的猪威驼 在洗菜盆上做了一个小改动 这是洗菜盆 那您们发现跟平常我们看到的洗菜盆不太一样呢 一般我们这个水龙头都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设计师也了解这个大哥用左手比较方便 所以把这个水龙头放到了左边方便大哥使用 您还看得出来 这就是那个由楼梯脚改造的卫生间吗 楼梯扶手的地方装上了PVC板 起到了遮挡的作用 原先容易磕着人的阶梯 水瓶包上了同色系板 不仅在视觉上扩大了空间 猪威驼也不用担心捧伤了 这是干嘛用的吗 洗脑上做的 是 您试试 看合适吗 在这 你试试 合适吗 觉得 磕不着走吧 咱们 对对对 看不到了 啊 设定师贴心的桑拿凳 不仅节约了空间 而且还能让腿脚不变的猪威驼 坐着洗澡 真是一举两得呀 装修多下来的瓷砖 我们也不浪费 在院子里 做一张小房桌 坐在底下喝茶聊天 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呀 我们再来看看 二号幸运家庭 王进三家 王大叔的儿子 一进家门 父母为他做的照片墙 就给了他一个 极大的惊喜 这是六岁六岁的一张照片 对六岁到来 挺长时间没看到这张照片 咱们厨房啊 现在已经解决完了 到底王进三家的厨房 是什么样子的呢 您看 这白的墙砖 绿色的橱柜 两种颜色相互映衬 不正延续着儿子的均匀梦吗 拿手的短面 非常满意 非常烦意 非常满意 很变 来 League 你们看 这帘� arriving 这包幢都是新装的 大家 看吧 一下吧 有了防水的吊顶 有了漂亮的花洒 还有实用大方的洗脸盘 让我们一起祝福王达书家 幸福美满 今天我教您一个很快乐的洗手方式 我们编唱这首歌 我们洗手的时间长短 怎么控制呢 就是唱完这首歌 咱们的手也就洗完了 来 给你肥皂 这就开始抹肥皂了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A 点好的卫生习惯 要从点滴做起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装促习费用 诸位妥价 整体橱柜2200元 吊顶300元 墙漆220元 瓷砖500元 洗菜盆60元 抽油烟机550元 煤气灶400元 洗脸柜450元 马桶200元 开关70元 水龙头30元 总计4980元 王剑三甲 橱柜2500元 抽油烟机680元 煤气灶480元 洗脸柜600元 马桶380元 洗菜盆80元 开关100元 水冷170元 总计4990元 到这里啊 我们的节目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生活567和您在一起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古老而神秘的东谷方式 没看过这种东西 令人热血沸腾的丰收场面 如果不能来这个地方 是一生遗憾 不一样的过年风情 不一样的瑜伽乐趣 年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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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关注 欢听喜地迎新春系列节目 年年有余